哈囉,大家好,我是雙下吧 我告訴你,我今天呢,又久違的美食系列 又是在爐竹南坎,南坎爐竹 我要來介紹的呢,就是道地滷肉飯 那其實這一家呢,我們也是去年剛認識 價格很便宜,而且量給的有多 你看我們桌上滿滿的佳藥 那我們準備來進入第一個樣的試吃 第一樣呢,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滷肉飯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分肉燥飯跟滷肉飯 肉燥飯的肉可能會比較瘦一點 那滷肉飯的話,肥會比較多一些 會有保餘下來,都是滿滿的精華 它呢,在上面加了一點酸菜 像你在吃滷肉飯的時候 可以比較不會那麼油膩 那可以也可以解膩 小的是適食,先來吃一口 我覺得一定要配酸菜 跟一點沒有沾到醬料的飯來配 我覺得滿有誠實的 第一口你應該會先吃到酸菜的味道 然後慢慢的出現肉燥的香 萬利率分泌 滷肉,滷肉,滿有膠質 好,接下來 我們要來介紹湯麵 那我現在介紹的是米粉 配的是那個 蚵仔一份是賣70塊 就真的滿便宜的 包括它的蚵仔是滿飽滿,滿大顆的 麵體會給你很多種選擇 那包括有瓣條啊 有意麵,有羊 就是麵的麵體啊 然後還有米粉啊 冬粉啊 很多樣化耶 試一下它的蚵仔 感覺就滿新鮮的 爆開耶 它很湯頭 感覺真的就是用真正的大骨 熬很久熬出來的 來,接下來是我們的瓣條 跟我們的乾簾 乾簾它給的很多耶 這個 當然50塊 但你只要加 瓣條 加多五塊 那包括我們每個品項 加瓣條都是 那我想吃一下它的瓣條 這個 感覺就是用自己手工做出來的 我覺得 它每個有湯的 特色都是它很湯 我覺得它瓣條是有加分的 很Q然後很嫩 很輕的 我們介紹最後一樣 最後一樣是我覺得 雖然蠻普通 但我覺得也是蠻不錯 我們的蛋花湯 蛋花湯三十塊 那它其實蛋的分量真的很多 這個就是分量的問題 它雖然蠻平常的蛋花湯 但我覺得它的分量很精的 那它的鹹度也是適中的 是不是它真的很帥 我再吃一口大湯 包括它有餛飩 豬肝 粉條 蛤蟆 就是我覺得都蠻物超所吃的 那它的餛飩也是很好吃的那一種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買買看 道地滷肉飯 地址 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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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這裡 好那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你的鈴鐺 還有 你推薦什麼爐豬難看美食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觀看 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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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